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拿着悠游卡试着加值 不过不被允许 因为加值的功能只能利用旁边另外一台加值机 基隆市曾经转运站启用后造福基隆的通勤族 不过有年轻的通勤民众 向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反映 站里面的悠游卡机加值功能相较于台北市并不方便 因此童子伟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也增加机台 服务通勤族 可是有很多小细节还是让通勤族很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办这个会刊 因为通勤族太多人 我们特别来办会刊 希望交通处赶快迅速来改善这个加值机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因为很多民众反映说 我们进来没办法加值 那很不方便 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搭车的经验 就是你要跑去Seven 把那个悠游卡确认一下多少钱 再去搭客运 在国防客运站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印象 那现在如果还是这样的状况 我想这个已经有一个转运站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细节的运作上 希望可以运作得更顺利 让市民的通勤的时间更方便 他可以进来吹着冷气赶快逼加值 或任何的状况都可以马上来上车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也说明 已经请负责营运成绩转运站的公司尽快处理 其实在整个转运站里面的一个 其实这个加值机就可以立刻的对外开放 那有关于就是可不可以再增设 加值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也会积极的在跟有有卡公司 这边来进行一个协调 通知卫也希望转运在里面 每个客运后车位上面的标示牌 可以改为电子式的看板 应该会更好 大家看到这个牌子没有 1813台北车站 1800中轮等等 这个牌子我觉得 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这个转运站来说 应该要用电子看板 因为这个感觉还像小时候的客运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